Hello,大家好,我是赵贤 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那今天我们将会用商业的视角 给大家分析一则新闻 那就是我们的交通部部长陆兆福 日前就宣布他将每个星期都会会面 公交营运公司 因为他们连续两年都没有获邀 参加这个内阁后的会议 没错,那这个新闻呢,很明显 陆兆福就是在暗讽 这个魏家翔前交通部长 毕竟这两年都是魏家翔在担任 这个交通部长 对,那为什么魏家翔从来都不开会呢 其实我们有三个视角 从商业的视角来看 会有三种可能性 那你觉得有什么可能性呢,赵贤 嗯,翻成他懒惰吧 所以你觉得第一个可能性是 魏家翔懒惰没有做工 这个是你个人的看法 那不懂有多少观众认同这一点呢 你可以留言或者是点赞 支持赵贤的这个言论 当然的确,它也是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魏家翔纯粹懒惰 那如果我们撇开魏家翔纯粹懒惰 就会有剩下两种可能性嘛 第一个可能性呢,我觉得是魏家翔可能是单纯的 会用书面的方式去跟这个关联公司去交涉 这么说也是有可能的 就好像大老板开会过后 他可能就写一封电邮叫下属办事 对,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其实很多公司都像你所说的那样 就是上司跟下属之间呢 会有一个隔阂 通常来说这个隔阂就是通过这个电子邮件传达这个讯息 至于有没有效就要见仁见智 因为每一个人的管理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侧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陆兆福还有魏家翔 当他们担任交通部长的时候 这一些公交的这些关联公司 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我赵贤你有发现吗? 因为之前在内阁还没有被宣布 陆兆福还没有当上交通部长 就有KTM的高层就告诉大家 他们希望陆兆福能够可以获得担任交通部长 没错,那这些关联公司跟这个部长的关系 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如果部长不要找他开会 其实他可以自己要求部长 我们聊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LRT的维修 或者是公共巴士的迟到的问题 我们有一些反馈要给你 其实下属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情呢? 你觉得 可能是他们 或是交通部长没有做事的话 就是他们GLC的公司老板没有做事 对,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延伸进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这些GLC的这些关联公司的老总 或者是老板 就是通过一些政治委论分租肉的方式 进到这些关联公司 那个是董事长委任自己的孙子 进到这个公司里面做经理 然后可能就是做吃餐 什么都不用做 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多一个新闻 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就是最近安华的内阁就宣布要禁止 或者是讲要开除掉这些所有关联公司 之前委任的这些CEO也好 或者是董事会的成员也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政治委任 就是因为一些政党人士在里面 就是如果一个理想化的 就是理想化而言 这些关联公司都应该是选的是有才能的人 看才能来选 而不是看关系 不是看你是不是我当的人 那我们才有办法有专业的人在做这个担任这些GLC 我们是GLC才能真正的有效率的为我们办事 没错,其实安华的这一步 我个人觉得是改革的第一步 你看之前安华组阁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幻想会有一个魔术 或者是魔幻的一个内阁阵容 其实我当时是觉得不太可能的 因为毕竟政治现实白在那边 那情况出来也的确不像我们大家想的那样的美好 但是这个关联公司的这个委任 其实就是能够形成一个拨乱反正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一个情况 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觉得这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可是具体是怎么样的结果吗 还有待观察 毕竟是有很多的政治现实要面对 毕竟以前这个GLC一直以来都是分资源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做不到官就给你一个GLC的公司 给你去担任一些董事长也好 还是里面的总裁也好 对对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安华在开除掉前朝政府委任的这些关联公司的老总过后呢 他下一步是委任这些专才去接任 还是继续委任他的自己人 当然我们是希望他能够通过委任专才的方法 让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毕竟这些关联公司也是国家发展很重要的一环 对对对我们将会密切关注未来有什么最新发展 那有什么情况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商业的分析 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欢迎订阅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